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阳间作恶 阴间受罚 在阴曹地府当过差的都知道 凡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那都是有去无回 而且每天都要经受一次急行 虽说如此 但地狱不空 而每一个下地府的恶鬼 都要经过地狱总管的确认 瞅见这一对做坏事的小青年没有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地狱 你们知不知道做了坏事才下地狱的 知道 知道为什么要做呢 老爷 冤枉啊 对 你说 为什么要做坏 说不说 男鬼是个软骨头 非得说是女鬼让他做坏事的 而女鬼呢 性格刚烈 不哭 不叫 不喊冤 说让下地狱 头也不扭地就下地狱 地狱总管感觉此女不同寻常 便走上前询问 结果竟问出了一桩惊天冤案 原来女鬼叫秀云 从小跟着奶奶长大 奶奶去世后 她就想嫁给男鬼鸿生 起料 当地财主棒打鸳鸯 非要让她嫁给她儿子 秀云肯定不愿意啊 她就寻思着和鸿生一起远走高飞 结果 鸿生忌惮财主家的势力 果断拒绝了秀云 可能秀云是喝了爱情的酒 面对着鸿生的拒绝 稀里糊涂的就将自己交给了她 结果不用说啊 财主家将秀云五花大榜的 取回家后 都说命不由己 但秀云更是身不由己 经过一番羞辱后 刚烈的她心如死灰 直到这日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少爷竟然意外身亡了 秀云一听这话 那是赶紧去找鸿生 反观鸿生胆小如数 还询问秀云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被人看见 就在鸿生还拿不定主意时 财主带着人就找来了 只见鸿生一把推开秀云 以360麦的速度 刷的一下就窜了 她以为溜得快 就能逃出生天 结果跑得有多快 被绑回来的就有多快 财主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给二人安了个罪名 欲将其给进猪笼 面对着死亡 鸿生被吓得哆哆嗦嗦 反观秀云还安慰她 到了阎王爷那里 就说是我强迫你的 你上天堂 我下地狱 虽说如此 但鸿生还是被吓晕了 男人没有血性 那还叫男人们 再瞅瞅秀云 虽说是女人 但是很阳刚 听罢秀云的讲述 地狱总管 立马让一头带着她 去找大判官 再重新判决 此时 地狱总管的心情 五味杂陈 还没等总管开口呢 鸿生在一旁 道求起了情 小人不该听她的话 小人再也不敢了 你还算是个男人 就凭这点 你就会下地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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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拖下去 哎呦 拨了她的皮 哎呀 老爷 起料 刚把鸿生打下地狱 玉头带着秀云就回来了 说是大判官不重新审判 总管不信这个邪 他就亲自去找大判官 结果不用说 也碰了一鼻子的会 当了这么久的地狱总管 总管不由的感慨 我一直以为 阴间是善恶分明 赏罚得当 今天我总算是看清了 玉头在一旁安慰 地狱是有进无出的 总管喃喃自语 我总以为 到了地狱的都是恶鬼 谁知道 这里面关了多少冤魂呢 很多时候 鬼也会身不由己 在阴间律力面前 即使地狱总管 也无能为力 面对着秀云的这件冤案 地狱总管很是自责 于是他就来到望香台放松一下 结果竟遇见了崔生娘娘 他还以为是贪财害命的产活呢 便大声斥责 让其赶紧下地狱去 崔生娘娘都惊呆了 眼前的男人不正是自己 寻找了二十年的丈夫们 于是他便将丈夫去世后 所发生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我是鬼鹰啊 这怎么回事 一走以后 周姬之子周烈又来纠缠 他闯进了我们家 踢倒了娘 老公想必死了之 可我又放不下 未出世的孩子 丢不下年迈的老娘 二字剩下来了 我却抱了一遍 大盘官可怜我 让我借尸还魂 就这样 我的魂 附在那个贪财害命的赵五娘身上 娘把我当成赵五娘 她不让我进门 她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我找了整整二十年 也没找到 两兽满了 我又回到阴间 大盘官说我 二十年为别人接生做了善事 封我为催生娘娘 又回复了我的原身 地狱总管不敢置信 那是赶紧跑回地狱 结果一瞅 恢复真身的铲脖 正背石头呢 总管这才相信 眼前的女人 正是让自己朝思暮想的妻子 本以为经过这么多波折 恩爱的夫妻 能在地府再续前缘 结果 总管看透阴间 他就请求天子爷 恩准他们夫妻投胎转世 天子爷和天子娘娘对视了一眼 就批准他们提前返阳 阳寿八十四 同生共死 但总管还有要求 他希望 来生和妻子呼唤性别 我要来世 做她的妻子 好好地服侍她 为她生而育女 这个要求不过分 批准了 在投胎转世前 总管夫妇就来到地狱 和老同事告别一下 结果 崔圣娘娘一眼就认出了 正背石头的秀云 正是他们苦苦寻觅二十年的女儿 此时 一家鬼才团聚 说不上是开心 还是应该难过 也为夫妻俩即将投胎重生 而女儿要一直留在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如果有来世 你愿意夫妻互换性别吗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 有趣的电影 记得告诉大牙 咱们下期见